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还被称为有钱人的玩具 即使遇到全球不景气 照样有人下订单 过去制造中小型游艇的统一国际 迎战大陆低价竞争 转型制造大型游艇 世界上做这个Mega Yacht 那么大游艇 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 三四个国家可以做而已 我们台湾工作也穿出来 比美国英国便宜很多 我们其实上已经 足迹还可以设计了 所以没有问题 开始已经做了 这艘为马尔他客户 量身打造的宝蓝色游艇 流线气派的外形 售价美金780万 相当于台币2亿6千万 等于开着一栋台北市的豪宅 啪啪造 不只是外形气派 还有特别的功能设计 这种像螃蟹横着走的设计 就可以让船身直接靠向码头 让船只的操控更方便 分别在游艇视野 最佳的顶端两层都配有驾驶台 以及多种高科技的航海仪器 让驾驶游艇充满乐趣 这条船它配备的引擎 是1825匹双车的引擎 速度可以达到24节 其他周边的配备有 GPS 雷达 测身测速 声纳 自动驾驶等等的仪器 由于制造成本高昂 这种中大型规格的游艇 全球只有台湾提供内装 量身定做的设计和制造服务 这就成为台湾游艇竞争力的所在 量身打造的技术和服务 已经赢得国外客户和媒体的瞩目 这条船全部都是手工做了 以前我们比如说那个 Standless 就是要从国外进口 现在没有 我们台湾也可以做 做起来也可以跟那个 国际上那个品级可以竞争 大家都希望我们做的那个手工 比他们好 像意大利的那个客户啊 他说 哦 残啊 因为你们做那么好的 可能啊 可能我们会比他们好 价钱比他们便宜 这个要培养啦 不能一下子 一下子就可以做好东西 因为就每一个 每一个地方都是用手工做的 要培养这个人才 这个比较困难啦 用来招待客人的游艇 客餐厅的视觉 和根据使用习惯设置的家具 自然是设计的重点 这条船主要是根据我们欧洲客户 特别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条船 那他的要求特别是要求 这里要有明朗开矿的空间 所以他的窗户开得相当的大 那可以容纳他这边的一个客厅 还有十人份的一个餐厅 在这个里面呢 客厅的部分有包含了 他隐藏是一个升降的电视 平常是看不到电视的 橱柜则是按照餐具的规格 设计各种不同尺寸的固定餐具架 方便收纳和固定 用同样的概念设计厨房 呈现出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趣味 这里是女士们最喜欢的欧洲式的 Country Galley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明显看到 它除了明亮的大理石台面之外呢 它这里为了要满足它空间的设计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抽油烟机隐藏室 还有这里特别为了满足 在游艇上使用垃圾处理的问题 这边有一个垃圾压缩机 其他的不锈钢的家具呢 都是属于欧洲知名的大厂牌 标榜整艘全手工制造的游艇 室内装潢不但按照客户要求设计 所有建材也都是靠有经验的师傅 一样样制造安装 就连船体也得靠手工 像这一片看起来像纸一样的材料 就是制造船体的玻璃纤维 师傅根据船模外形 从里面一层层涂贴上去 凝固之后拆除船模 就要用人工打磨外观 像这样两人一组 一共五组师傅 要连续打磨整整三个月 才能够打造出光可见人的亮度 这种长32.51公尺 宽7.21公尺的大型游艇 过去碍于运输限制无法制造 统一看准台南将军渔场天然环境 和政府打造游艇码头的计划 迁厂到这里 打造其他业者无法拥有的 游艇专用下水道 制造好的游艇 不用吊车运送 直接出场下水试船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 水很干净 并高雄比起来的话 蛮好的 做大船也比较方便 我们自己有下水道 做好了马上可以下去 可以试航 每天可以试航 那高雄可能没有办法 转型制造大型游艇的统一 已经顺利交出成绩单 受到国际肯定 即使面对大陆低价抢单 他们也有足够的自信迎战 我们的好吃 就是我们的经验 比他们多了 我们做的船很多 我们已经做了1300艘 已经卖到那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经验 经验比他们多 比他们死 所以大陆 大陆现在做了 我听说有几个美国的大理商 去买大陆的船 结果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所以他们就 就有了 那个大理商就 决定再回到台湾来 订大船一定在台湾订 大陆可能 现在也没有什么 把握做大的船 统一国际 从中小型游艇 转型制造大游艇 40年的制造经验 和人工素质 反而让他们的游艇制造 往更高规格的设计制造发展 也争取到更高的利润 过去举世闻名的台湾游艇业 未来还要靠这些大游艇 为台湾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订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鸵鸟除了观赏 也是具有高经济价值的动物 全台第一家引进鸵鸟的 嘉南鸵鸟牧场 早在20年前就由厂长刘文龙引进 向政府争取开放饲养 国内大大小小的鸵鸟牧场 几乎都是刘文龙一手辅导出来的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都已经在开放了 所以台湾没有理由把它列为一个保育的动物 所以我们就跟政府争取 然后政府也允许说 你先进来 用官省的名义进来 然后来 但是刚开始是不能缓止 最后政府也开放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扩大视野 每天一早 刘文龙就要把整个牧场走一遍 除了日常的喂养饲料饮水 整理环境 也顺道检查健康状况 还要看看今天有没有小baby报到 一只鸵鸟的孵化期长达44天 这些小baby经常得靠刘文龙用钳子帮忙 才能破壳而出 就这样令人期待的一刻来临 小鸵鸟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出生两个月之内的幼鸟 要保持干燥和高温 才能确保它们健康成长 两个月以后的小鸟就比较容易饲养 它的育成率就很高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面去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棚子 一个鸟色来让它休息 能够作风避雨的地方 三个月大的小鸵鸟 已经长得比一般鸡鸭还要高了 牧场也会让来参观的小朋友 先试着接近同样是小朋友的小鸵鸟 建立信心 等到熟悉之后 再来挑战近距离喂食大鸵鸟 对啊 就是这样子 不要怕 不要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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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